反观风味的一个会面 在那儿海里有三十年了 现在搬到了中原区 那不是广城区吗 咋的还真站在跨区的 天天来几乎 其他的回面 他就在楼上了 离得近 对对对 故事挺好的 如果不好不会天天来了 第一次来 我们就在小区处 刚开业没多久 会面是老味 感觉跟这一片其他的会面不太一样 这场是老会面了 对对那属于那个老味的咖喱会面 刚才说这好像有点那种 原样会面那种感觉 原样会面 原样会面可是没有这些豆腐丝啊 什么粉条啊这些 那纯纯的就是汤和面 老是会面 有那个老汤味 是吧 之前老是去那种四场吃咖喱会面 吃惯那个尝尝这个也挺新鲜 老是会面嘛 有小时候的感觉 但是他这个汤我看的不是那种白汤的 感觉像是那种浑汤会面 好的土汤吧 肯定是羊肉羊肉的 这些少不得了 会面基本上是这家店人能必点的美食 老话说汤好面才好 会面的汤要鲜 面才会有味道 这个一看一点 我基本上是给他来吃 这个有味这个面 还是做着有劲道 面也劲道 不是跟着有的面啊 不是脆不整的 或者有的面不齐的 这个是比较利口 对利口 这个肉呢 脖还是味好 我原来小时候是给男观众 哦男观众 对男观众 现在我做到这了来看 开始吃啊 又是 又是吧 这个说明您的机场强啊 对 是吧 您赞哪他开哪 哈哈 面条筋道羊肉嫩 再搭配一碗好汤 这样的会面 其交的客人也都很喜欢 虽然会面是主打 但还有一道硬菜值得推荐 还有个大菜没上 啥菜啊 大盘鸡 他弄河南时候 弄好吃 哈哈哈 太紧了 有一个紧刀 大盘鸡在他们家的点击率 和会面差不多 想必也都是老手艺了吧 口味怎么样 咱们一会儿也点几份尝一尝 其实我刚才在网上 我们之前有看到过说 这属于南关风味的一个会面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老店在那嘛 在那开了有三个年了 南关节 熊肉贺窍了 五十 有一个老店 因为现在最近是因为窍在求产 这个熊肉贺窍在求产 让我们把店开到这个西角这一点 反正正如川中老师那种会面 后厨打碳得知 每碗里都会放芝麻盐和大料粉 要用五十斤的羊肉和羊骨 这样出来的汤比较醋厚 刚才问了一下老板 你说这是小份 对吧 据说大份好像更大一些 其实刚才只看外观的话 我觉得它这个可能会感觉 会有点那个干或者是柴一点 但真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很嫩的 而且里面确实是有汁的 哎呦好嘞好谢谢 而且它整体的味道上来讲 是那种微麻微辣 它这个鸡子熬的时间确实是够的 会面里头它应该放的就是那个芝麻盐 芝麻盐料油 羊肉卤过 它这个味道会比较香一些 香油汤呢 不是那种咱说的那个羊肉鲜汤的那种感觉 熬汤的时候它加的有料 整个味道你吃起来的话 是香味会比较俗一点的 中州的会面店 每家都有自己的风格 如果您比较喜欢 浓汤口味的老式会面 那这家从南关开到西郊的老店 每天度过了可以尝尝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